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想起一出是一出 出了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我更应该仔细考虑我们的未来了 她现在对我不如以前那么上心了 我觉得她就是变了 而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将来努力 但她越来越自私 什么都不听我的 她现在总是跟我找茬 还怀疑我对她变心了 我真的很委屈 她对我都没有基本的信任 那我们还谈什么将来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张22岁来自河北理发师 有请 小王23岁来自河北戴燕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么年轻就已经订婚了是吧 对 大学一毕业 对 哎呀 你们俩着什么急啊 怕跑了是吗 她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也到年龄了嘛 然后就想着要结婚 你不是才23岁吗 就想过个安稳的生活嘛 安稳 安稳 怎么安到我们这来了 因为我们订婚婚之后嘛 就经常吵架 然后我说结婚的事 然后她一直往后拖 哦 订完婚了 对 不想结了 是这意思吗 就这意思 哦 那说说为什么呗 就是现在她生活 工作 然后住的地方都不稳定 我就想过个安稳的生活 嗯 她这边又说什么 要出去闯呀 干什么的 反正我就觉得不安稳 就是乱七八糟一堆事是吧 对 想让老师给梳理梳理 我们就来说说事 我们刚订婚那会儿嘛 她妈妈看不起我 就觉得我是初中毕业 然后干的行业不怎么好 她妈妈觉得 她女儿是大学毕业 以后肯定能找到好工作 她妈妈就想 让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那人姑娘不是也跟你订婚了吗 就是一开始 我妈不是很喜欢她 但是我嘛 我肯定喜欢跟她在一块嘛 为了跟她在一块 我就跟我妈经常吵呀 吵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那种母女关系 一块有断绝的那种关系 最后嘛 我妈还是被我说服了 我同意我俩 妈妈都是这样嘛 对 那就是行了吗 之后呢 之后呢 之后 然后丢完婚之后 她妈妈还是找我事 找你什么事啊 就是我俩丢完婚之后 我俩就搬到我姐那儿去住去了 因为我姐是开那个汽球店的 然后三楼有住的空间 我俩就去那儿住去了 她妈妈后边知道了 然后说 我女儿跟着你去 你姐那儿住去了 你自己都没房 住的环境还不好 让她回去 就是不能跟我在一块了 说要把彩礼钱给退了 然后还说要给她再找一个 主任是这样的 就是她做了一件事 特别让我妈寒心 我不是还有一个哥哥吗 她也没有结婚 然后我们家给她准备了一个婚房 她呢就背着我跟我妈单独商量说 我想借一下你们家那个房子 用一下当婚房室 装修什么的我也来出 当时我为啥去找她妈妈不 她妈妈是因为我俩 在那儿住嫌环境不好 我跟她妈妈说了 我老家那边要拆签呢 拆完签我就买房 她妈妈不相信我 我知道她有个哥哥 她哥哥在北京那儿上班 还没对象呢 然后婚房已经买了 但是一直空着呢 我就想先拥有她哥哥那个婚房 但是她妈妈就觉得 我说的话 都满嘴抛火车 然后我说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我能给你签一个协议 我保证以后拆签了 肯定买个房 主持人您觉得这事靠谱吗 别说我妈了 我都觉得不靠谱 然后我妈肯定不同意 我俩在一会儿就想着退婚 彩礼多少钱啊 四万块钱也没多要 那妈妈的意思是象征性的呀 你等于拿了四万块钱的彩礼 现在女方家里面希望退彩礼 等于退婚嘛 你自己是个啥意见 这是你妈的意见 你的意见是退还是不退 我肯定想跟她在一起啊 你还想在一起 那就说你们俩的事呗 不说你妈的事 现在你们生活在哪啊 我们生活在那个 我姐那个楼上 刚开始去的时候 那一间空屋啥也没有 然后我姐挺照顾我俩啊 跟我俩弄的那洗衣机啊 冰箱啊 还有床啊之类的 生活用品啥的 都买齐了 我白天在美发店里面上班 从早到晚嘛 中间不回来 然后我姐看她平时在楼上 她准备考银行嘛 在楼上那个复习 然后我姐看她在上面 每次吃饭都叫她下来吃饭 我就跟她说 咱姐帮咱俩这么多了 你去帮咱姐那个做做饭 刷刷瓦什么的 她就不去 主持人我去过 然后她姐她总是跟我客气 说你不用做了 你还要复习什么的 关键是我姐本来就客气 你还顺着她来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 回报的方式呀 就比如说我带她姐出去 买衣服呀 吃饭呀 或者做足料呀 都是我去买单的 有时候我也给她姐夫 也买那个衣服 但是你用的那些钱 都是我平常给你的 主持人就是 我也有帮她姐那边 不是做事吗 白天的时候负责收银 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复习功课 然后她姐也每个月 给我那个零花钱 当公司什么 就提主持人 就提这个零花钱 那时候我更生气 我俩在我姐那住着 然后吃我姐的 住我姐的 然后还要我姐钱 她姐姐给我也没几百块钱的工资 就三百块钱吧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付出的呀 然后我也帮她姐宣传 我姐本来就挺客气 给你呢 我问几个问题 我问几个问题吧 你怎么认识她的 她不是之前开理发店的吗 我一个朋友 就在她那边做头发 就这样认识了 你看上她什么了 就当时她对我特别好 那时候她还是长头发 也特别帅 然后人长得也挺高的 那个时候就 我每天去她那个店里去做头发 她都不收我钱 而且她有时候请我喝奶茶 我觉得这男孩 心里的气得 当时是我追的她嘛 就对我挺好的 做事也很认真 就被她迷惑了 哎呦 祝你姐的 吃你姐的 对 祝我姐的 吃我姐的 然后要我姐钱 人家在你姐那儿 给你姐干活的呀 但是她干活 我姐对我俩拼人都挺照顾 行吧 这事我就 我就想啥 我就想那啥吧 既然我姐客气把钱给你了 给你了 你再给她 说姐就当这个月的生活费了 主任 你觉得这个给钱 就是不觉得她见外了吗 就是我跟她姐在一块 她姐肯定觉得见外了 这跟见内和见外 现在没有关系了 一会儿咱们再说了一事 但是 那我想问的是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的事 是为什么来呀 因为我想结婚嘛 她一直把这个事往后推 那是得推啊 您现在没条件结婚呢 但是我家那个拆建房下来之后 我就 不是一个财富的问题 不是房子的问题啊 是你们俩现在的情感 和沟通上有问题啊 后边还有一件事 我在店里上班嘛 微信上来电话了 她前对象加上我了 加上我之后 跟我说 你俩啥啥啥不适合之类的 然后说你俩就不该订婚 就说我呗 说我心里面肯定不高兴啊 然后我回去以后 我就看她手机 她手机上也加上她前任的 我就翻两天记录 里边啥也没有 我就怀疑 她把两天记录给删了 然后她之前一直联系着呢 我就想知道 她前任咋知道 我俩订婚了 主持人 我跟你发誓 我绝对跟她没有任何联系 把手放下来 没联系就没联系呗 就是她怎么知道 我俩订婚呢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她关注的 我朋友的快手号 然后我朋友 把我俩那个时候 订婚的那个过程 然后发到那个作品里面 她可能看到了 然后就找她嘛 找我男朋友去 聊这儿聊那儿 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至于那个 微信联系方式 就是我那个前男友 微信很多 我可能就漏删了一个 那最后我还是删了 她说这一话 我不相信她 我就想去找她前人当面对质 但是她不让我去 我怀疑她胳膊这儿往外拐 你搭理她干嘛 你自己努力工作呀 好好的生活不就完了吗 你搭理一个外人干嘛 我被她删了 然后她又夹我 删了还夹我 那说明她对前男友 有感情呗 或者前男友 对她有感情呗 回去就因为这事 大吵了一架 主持人 你觉得 就是两个大男人在一块 谈了那些事情 那肯定会发生争执的呀 万一有什么肢体冲突呀 是吧 这事没完没了的就 不如翻篇就过去了 就是翻篇过吗 就不搭理她就完了吗 对 我觉得再吵下去也没用 我翻篇过去了 过去之后 过了两天 我又从她手机里边 看见她跟她前任的合照了 主持人 每个女孩的手机里 不都有很多张 自己的自拍照吗 可能就那两张没有删 漏删了 最后我也是删了呀 所以你怀疑她跟她前男友 没断干净 对 我怀疑这次 我一直想结婚 她一直往后推 我就感觉 往后推不是为了房子 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她前任 主持人 她说我 她要求我这么严格 其实她也没有做到 就是有一次 我看她那个快手 她的作品里面还放着 和她前女友的那些合照呀 什么互相留言呀 可谁看见不生气呀 我一直在店里边 作品都是发的那些 做头发的呀 图片啊或者是视频呢 那几个作品浏览量多了 然后我就用下面这几个作品 引上面那几个作品播放量 然后我就没删 自从你说完之后 我删了呗 我是不是删了 那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为什么还要留着 跟她的那些作品呢 你是不是就心里没有放不下 还想旧情复然 我跟她 我跟我前任 跟你前任 他俩性质不一样 我前任就是快结婚了 然后在下边评论的那些 都是祝福我俩的 或者他前任呢 加上我一直埋怨 我一直说我这说我呢 可是我又觉得他才小心眼儿了 就对这件事一直纠结不放 哎 就你们这还订婚呢 你们这不是发婚吗 还有就是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他手机突然来电话了 我说你咋不接呢 他说不用管 我说你接 我强帮他接了 接完之后一个男的 说问他在哪呢 在海南呢 在邯郸呢 他说在邯郸呢 那男的就说 同学聚会要出来吃饭喝酒 而且那是晚上 我说这么晚了 有男的给你打电话 让你出去吃饭喝酒 我心里当时我就特别不高兴 主持人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是在外面上大学嘛 我有几个大学 男生女生都一会儿 经常出去吃饭呀 我觉得这很正常呀 换成任何一个男的 他心里边都会这么想 他跟这个男的 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这根本不会这么想啊 就觉得这个男的 根本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他们同学聚会 怎么临时限低流呢 充其量就是这么个想法 那万一那个男的在撒谎呢 不是同学聚会呢 那你也应该相信他呀 主持人 他觉得我这样 我觉得他也很双标 就是他跟那些女顾客 聊天的时候呀 说什么亲呀 美女呀 就聊得特别勤勉 热祸朝天的 这不仅让人就能想到 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样的 你也知道理发店聊天 就是用那种亲的美女 留住这个顾客 理发店不是靠技术吗 怎么是靠亲呢 那有的时候也得靠说话呀 就你这说话也不行啊 你那表述都不清楚啊 孩子 然后他说完之后 我就在店里弄了一个直播 然后我每天让他看着我 我咋在店里干活的 咋跟顾客聊天的 然后回去之后 他还是不高兴 还是一直跟他说话 他一直不理我 一直不高兴 那我就想着 要不然就换一个工作吧 是吧 现在他起早贪黑的 然后每天我们两个人 吃饭呀什么逛街的 那些约会 然后时间都没有 不如现在换个工作 然后出去看一下 顺便把我们的事情解决一下 他就去找了一个模特公司嘛 他一个朋友 我跟他商量了 他就不同意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主持人 我都觉得不靠谱 而且现在我 反正我其他不知道 我知道模特肯定不要驼背的 他驼背 然后就是我那个考试嘛 考银行 然后还没有稳定 他现在要出去 我就感觉这个婚 就是现在再缓一下吧 就他不想结婚 有一次我问他 我说咱俩啊 先把结婚照给拍了吧 然后他还是不同意 连结婚照都不同意拍 我感觉他现在 整个人都变了 现在就是 对我不管不顾 把所有心思都用在 讨好我姐神上去了 就是 那我整天跟 跟他姐在一块吗 那肯定啊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 好 跟他的关系你怎么想的 我就想着 就是等他工作 然后房子住的地方这边 稳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谈这个结婚的事情 好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没有稳定的工作 或者叫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有固定的住所 你是不结婚的 对啊 第二个问题 你确定他们家要拆迁吗 他当时跟我说的 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拆迁款的话 房子肯定没有 这个问题好回答吧 对 没有 那就是说 如果不拆迁了 你们俩就没房子 这婚就结不了 是不是这意思 那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又一起努力了 第三个问题 一起努力怎么努力 往哪个方向努力 就是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没两个人 谁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我们两个都有 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他找什么工作 他不是说 要去北京那边 去面试那个模特公司 你觉得他行吗 先面试吧 面试如果过了呢 所以你还是爱他的对吧 对 你还是不想离开他对吧 对 你只是不想跟他 那么早结婚对吧 对 好 你是急着结婚对吧 对 你觉得他有责任心吗 责任心有是有 但是 体现在哪儿了 他平时挺照顾我的 你觉得他能被依赖 或者叫依靠吗 不能 你觉得你们现在 如果离开了他姐姐的 那个店 你们俩还活得下去吗 你们不就吃姐姐的吗 你拿什么结婚 正经收入都没有 凭什么娶媳妇 还小啊 继续努力吧 还小就晚点结婚呗 照什么结啊 我跟你说 这就听这俩人讲述 就一口鲜血 就憋在这儿 就想吐出来 你妈现在不管你了 对吧 对 就是我已经毕业了 她不管我 对 你妈不管就对了 你妈应该早不管就好了 真的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两任男朋友 你觉得你第一任男朋友 人品很好吗 还行 还行 你前男友人品还行 怎么你前男友 有他的微信的 哪来的 谁给的 一次一次人家删了 他为什么还一次一次 去找他聊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 你不知道 你找的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如果这个人人品端正 会跑去找你现男友去闹吗 一个人品端正的人 分手就是分手 干干脆脆的 跑到你这儿来闹 跑到这儿来给你抹黑 你找的什么人 不就是眼镯吗 同样鲜奶油也是一样的 一杯奶茶 不收你的理发费 你就觉得这男人对你好 你怎么评价的呀 他平时挺照顾我的嘛 照顾你什么 你大学毕业了 你不可以自己一边找工作 一边学习吗 我身边无数的年轻人 一边工作 一边考注册会计师 那可比你这个难考多了 最后考下来了 人家怎么可以呢 同样都是女生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 非要在他们家里边 赖着他姐生活 赖着他生活 还有意思说 我要考试 我要好好复习 好好复习回你家去复习 让你妈养你啊 同样这个男生也是一样的 是你一想娶媳妇 掏你自己的钱 租房子给你媳妇住 别住你姐家呀 既然住了你姐家 给钱给你姐呀 你姐不应该白养你 你不就是被你姐也惯的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 两个寄生虫 非要生活在一起 还口口声声谈爱情 哪里有爱情啊 我觉得现在对你来讲 最好的做法 四万块钱退给人家 干干脆脆的 回到你妈家 要考试考试 要学习学习 同样对男生的教也是一样的 不要拿一个虚无的 我家房子要拆迁了 等我拆迁完了 我就会娶你拿来作为 你觉得是你的定情信物 没有 真正你想要给他的定情信物 和定下他心来的 是你的责任心 我们家旁边小区有一个村子 11年前就说要拆迁 到现在动都没动 就靠别人拆迁给你的补偿 那也是你父母的 他哥哥的房子 你居然还好意思去找他的妈妈说 这个房子你要攒住 所以姑娘 为啥你妈不同意 为啥你妈先不想管你了 一个男人堂堂正正要娶老婆 就堂堂正正赚自己的钱 堂堂正正的 给老婆落许一个可实现的未来 这姑娘其实心里就是贪心 还不就是因为她给你描述了一个 宏伟的远景 你不要迷恋这种想象 说哎呦我想象出来未来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是的 所有的生活都是抓在自己手里的 才是你的 所以你妈妈为什么说该退婚退婚啊 妈妈的阅历比你要多二十几年 妈妈知道什么事是真的 什么事只是一些假象 当然最重要的是 别粘在一块了 这个有没有感情 不是看说每天捏不捏在一块 一天再几个小时的 而是为自己的长远的发展 好好考虑考虑 我是觉得你爸妈真可惜 把孩子养到二十多岁 还供她上大学 最后弄了个这 觉得特别心疼 你们俩为什么订婚呢 感情发展到了哪一步 就去订婚了呢 就是我不是毕业了吗 然后又回家 然后身边的朋友什么的 都已经结婚了 然后就我家里也催着也急 然后我那时候 正跟她谈的恋爱呢 然后我妈就想见一见她 但是我妈那时候不同意 就我跟我妈吵嘛 但是最后我妈 还是被我说服了 就同意我俩在一块儿 所以呀 你误把跟父母作对叛逆 要跟父母证明你长大的 这种感情 当做了对她的爱情 就稀里糊涂就订婚了 大家就以为 只要是父母反对的感情 一定是真爱 我不管怎么样 我要跟她订婚 放着自己大好的前程不要 然后住到她姐姐那儿 打着林工 还得看人家眼色 还得被人数了着 说你不干活 不关心她 不帮姐姐忙 然后居然还舔着脸 跟你妈去说要你哥的房子 就这样一个男生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跟他订婚呢 这个年纪了去当模特 当模特才是最不稳定的吧 姑娘这是常识性问题啊 每天打着以考银行为旗号的 这种考试在那复习好吃懒做 人家就是这么看你的 你自己还自以为是觉得 我考上银行了 我工作稳定了 就怎么怎么样了 她去了北京了 你去哪儿啊 你也去北京啊 银行不考了 你真的不要再这么稀里糊涂 谈恋爱了 你好好想想吧 她的问题没人想说她 主要是你姑娘 知识可以带给人拓展眼界 自我欺骗可以封锁自己的头脑 所以知识眼界阅历都没用 因为她最后变成了一种执念 你看几个老师都很激动 你在上面很冷静 这冷静是一种坚定呢 还是一种偏执呢 你为了她可以不惜和母亲决恋 不惜从家里面出来 不拿家里面的钱 但她为了几百块钱会跟你较劲 她说现在是我给你钱 我养着你 虽然才几百块钱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她会找你妈去拿你哥哥那套房来用 但是说到她姐的时候 她会说你吃我姐喝我姐 那几百块钱工资 你就不能还给她吗 很简单 这两件事情 你一对比就知道了 你的价值观怎么样 她的价值观怎么样 你对于私欲的看法是怎么样 她对于私欲的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她就算稳定了 她就算荣华富贵了 与你何干呢 时间带给我们最好东西是什么 是修正我们的错误 时间带给我们的是看清一个人 时间带给我们的 是看清自己的生活 说了那么多 再加上所有老师说的 想一想 你刚才脸上所有的平静 到底是坚持呢 还是偏执 就这样 你们俩顶多算曾经爱过 你们俩顶多算曾经爱过 那个是不是爱我们都不知道 还贪恋什么呢 不是我们事故啊 不是我们说歧视他呀 没有啊 如果他本本分分的工作 好好地对你 踏实地努力上进 在生活当中 真的表现出的是爱你 我们怎么可能说这些话呢 我们要拆散人家美丽的爱情吗 我们给你们的建议非常简单 婚不适合现在节 如果有可能 两位分开对你们更好 你们愿意在一起 那我们也祝你们能找到 生活的方向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就感觉现在 一没责任心 二是不会照顾人 然后一直就是埋怨你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 先把婚结了 然后再出去上班啊 打工啊或者啥的 这样我心里也踏实 我觉得刚刚那几位老师 说我自身也有问题是对的 但是你结婚的事情 就结婚现在真的太早了 这个事情还是以后放一下吧 这个事情还是以后放一下吧 然后我希望你 你改一下自身的毛病 但是我真的是想先结婚 然后再出去工作 不是自己都说了 一没责任心二对你不好 那你凭什么跟人结婚呢 我慢慢盖嘛 这这 两位随便吧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请开门 来 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荒唐时刻 各位请见证 咱们俩结婚的事还是往后放一放吧 我刚才也想了 既然我现在没有稳定的事也没房子 然后我就想等我事业稳定了 然后收入稳定了 然后咱们再结婚 那我们就先搬出去住一段时间 我租一个房子 然后咱们就一块努力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 都看着我干嘛 乐什么呀 陆琪说的很对 我们过度操心了 太把她的事当回事了 你是等我吐血的是吧 算了 随他们去吧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展览的家庭条件真的相差太大了 我每天都生活在压力之下 为什么你这么敏感 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现在我和你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 生怕碰到你的雷缺 这样的相处方式让我感觉真的很累 可能是你从小被保护得太好了 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就不能替自己考虑考虑未来吗 你又还能任性几年呢 你总是想把我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可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不就是相互包容吗 如果在你眼里我就是这么一无是处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谭22岁来自四川美术老师 小沈22岁来自浙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吗 是一个学校的 毕业多久了 22岁 今年才毕业的 才毕业 已经当老师了 你的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方式 是 是 就大学毕业之后还没有找工作 谈了几年啊 两年时间差不多 咋啦 小伙子 这次上节目是我想来的嘛 是 主要就是有一些问题 在我们感情生活当中 啥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两个的家庭条件相差有点大 导致消费观上面有很多分歧 他就特别喜欢沉溺于虚拟世界 谁家条件好一点 他家条件好一点 大有多大呀 就比如说我一个月生活费大学的时候 可能就两千块钱 然后他就有一万差不多了 这是够大了 反应在恋爱里是怎么样啊 谈恋爱的时候上大学嘛 出去约会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去那种热料店呀 吃一顿饭就是三四百块钱 因为我们家庭的教育就是说 出门在外尽量不让女生掏钱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一有时间 然后就带我去吃 一有时间带我去吃 然后他非得掏钱 就觉得很难受 心里面那个坎也过不去 然后我就觉得没必要说 出去约会就得 非得吃那么好的 因为四川那么多苍蝇馆 多好吃啊 那吃什么吃料的 受不了是吧 嗯 为啥非要这样的孩子 我就觉得去那些地方 就环境更好 菜品也更精致 女孩子也会更喜欢一点嘛 而且他可能每个月 经济情况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社会没有说 一定要男生多去付这个钱 就是谁有能力 就谁去付呗 对对对 你有这些能力吗 我有啊 但是你爸妈有啊 我们上次那个520的时候 他就非得送我一双 几千块钱的球鞋 那问题是 我平时根本就穿不起 这么贵的鞋 然后我就直接 把那个鞋给退回去了嘛 他就当场就非常不乐意了 就要跟我吵架怎么样 我送你这件礼物 我只是觉得适合你 你有必要一定要 礼物之间金钱去对的吗 我觉得心意对等就可以了 但是你看我送你那个照片集 就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嘛 然后也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做了这个照片集之后 坐到他面前 其实他是很喜欢的 那我也没花多少钱呀 这不是心意吗 你非得说 拿个几千块钱的鞋 端一再放我面前 找我面前 那我怎么想呀 不是 孩子 这个确实没有对错啊 它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这姑娘她 在她的这个消费观里 她可能没觉得 那几千块钱的球鞋是个事儿 她拿那几千块钱的球鞋 可能就跟你说 我做一个那个心意是一样的 你不这么想 我能理解 能理解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 如果你这么憋屈的话 你没跟她提过分手吗 经常提吧 就是因为这些 钱也是一个方面 而且她不是说这些方面嘛 像我们当时出去约会的时候 像去一些地方 其实地铁是可以去的嘛 她非得打车 然后打车还非得打专车 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她这个行为 出去打专车这件事 我是觉得司机会更加礼貌 环境也会更加舒适 我就想把钱花在提升一些 这些出行品质上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家里面人都见过吗 谈恋爱谈了这么久 她见过 去过家里吗 没有 见她父母的时候 什么感受 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愉快 但她觉得不这么愉快 就那次她说她爸妈来 我也很高兴 我在想第一次见面 我就想好好表现表现嘛 我也了解到 她妈就没怎么出过远门 我就说那二老来的 就衣食住行 我都给他们订好 我也带你妈去美容院 就是保养一下 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嘛 然后她一定要说 我当时就对他们家态度 不屑一顾 说我看不起他们家 不是 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的态度要是平和地去说 我觉得都能接受 因为她当时那个态度就是说 你爸妈要来了 他们也没见过怎么世面 我带他们去开开眼界怎么样 这不就是奚落吗 当时我跟你说话的态度 我也没注意 因为我觉得情侣间说话 没有必要就上纲上线 我还要在意我的态度 我的语气怎么样 会不会伤害到你 我只是这么随口一提 你心里一定要想这么多出来吗 什么叫我想这么多 这不是你想这么多吗 我当时一个简单的这一句话 你心里耿耿于怀这么久 觉得就是我看不起你们家了 并不是说你啊 而且你那些朋友们呢 我朋友们怎么了 你说到我朋友 就主持人上次我就想带他和我朋友 认识一下见面嘛 然后大家一起吃饭 他就坐在那儿 不吃不说话 冷着个脸坐在那儿 到最后搞的气氛也很尴尬 他们那些朋友 就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 然后他上次就非得带我去 因为他那个圈子 和我那个圈子也不太一样 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 首先我不是不融入他们 而是说他们讨论的话题 都是女孩子讨论的话题 我肯定插不进去很正常 微笑 微笑 而且他朋友就上次 当了那么多人面 直接问我说 我想问个你的事啊 那个公交车怎么坐呀 这不就是当场奚落还是什么 还有我上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我想着也不是什么重要节日 我就给他发个61块钱 他朋友知道之后 直接给他发了610块钱 让他把61退给我 人家也没什么坏心思呀 大给我发600 也只是他平时对我比较好 他也没说特意要怎么你 男生女生 男生女生 女生 所以就很难受呀 就你有你的圈子 我有我的圈子 那可能偶尔去吃个饭还行 他非得拉着我融入他的圈子 然后你朋友也瞧不起我 那何必呢 对吧 还有就是上次 说那个送礼物那个事儿 我不是送那个照片集吗 还有那个球鞋吗 他就喜欢发朋友圈嘛 他把那个球鞋放在一边 然后把那个照片集放一边 他说没有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问题是他那些朋友看见之后 就在下边嘲讽啊 奚落 说你谈个男朋友 怎么就送你这么破玩意儿啊 我觉得换谁谁都受不了 理解 理解 这恋爱谈的啊 好辛苦的啊 这算价值观 消费观 是吧 你们俩不一样 还有啥呀 还有就是 他特别喜欢打游戏 尤其是这毕业这段时间 天天在家里打游戏 你知道他打游戏的时候 他怎么 他不是一个人打 他在网上干什么 他在网上找一些男生 陪他一起打 夸人小哥哥声音好听 要和人处CP CP啥意思呀 就是搭档的意思呀 我让人家带我打游戏 CP是情语的意思好不好 那是我们理解不同 而且还是在 我们已经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吧 他就去找人小哥哥之间 和人说 让小哥哥带别人带飞他 怎么样 而且我不是不陪他玩游戏 他有老钱我猜你知道吧 我觉得打游戏就是娱乐嘛 他非得什么 我必须要赢怎么样 人家带我打游戏能赢我才开心 每次和你说 输多了我还得跟你吵架 我就不想要再多这一项矛盾了 那你打游戏 你干嘛给他送钱呢 我只是送他一个皮肤 怎么就送钱了呀 他可能打游戏的时候 别人带他玩了 他给人送皮肤冲钱 不仅在网络上打 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 晚上跟人聊天 说声音好听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 都会难受吧 我只是单纯地跟他聊天 和送他皮肤 都只是为了想让他带我打游戏 而且我送他礼物 他还挺高兴 不像你 我送你 你还过来抱怨我一对 这钱我花得也开心 而且人家带我 我送皮肤 我觉得礼尚往来吧 我觉得你就是太单纯了 单纯过了头 那就是傻知不知道 他打游戏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网友 那网友给他说 他被爸妈赶出来了 离家出走 没钱吃饭了 他直接给人 转了几百块钱过去 然后说借他的 还了吗现在 那人家可能只是 现在忘了呢 而且人家当时有困难 我帮他一下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几个月来那能忘吗 你那就是被骗了 你就不能多一点信任吗 人家可能现在真有困难呢 我也不能再去找人家 就是问人家 钱什么时候还 我也不好意思呀 父母知道你这样吗 大学毕业不去找工作 然后打游戏 就这种状态他们知道吗 他们觉得我先玩两年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我愿意把钱和时间 先花在玩上面 问题是你花的太多了 这真是你的问题我跟你说 真的 我还准备了个 小视频 我把它就是朋友圈 每天上的那些 就冰山一角真的是 我们看看吧 虽容挺有反对这个的 看看看看 就 成天都是 那你喜欢他什么的孩子 这就是他的生活日常 你喜欢他什么孩子 他特别单纯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他和其他 很多女生都不一样 然后单纯的 虽然有点傻得可爱了 但是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每天和他一起这样子 你们听老师说好不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一直在讲一句话 价值观一定要门当户对 钱没有好坏 只是钱是供我们来使用的 钱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我可以花钱买更好的颜料 或者去更好的艺术品展览馆 去参观各种各样的艺术品 就包括前段时间 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艺术的展览 门票也很贵 所以你如果想真正的晋升艺术 他也需要花钱 那花钱给我们 只是为了提升我的生活品质而已 可能让我看到了更多 让我的世界更丰富 让我的眼界更宽 在你跟你女朋友讨论爱情的时候 你总觉得是因为钱 害了你们的爱情 但其实并不是 那是他的生活方式而已 只是你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 有不同的生活理念 仅此而已 但是你却认为 你女朋友必须要跟你的生活方式 一模一样 太难了 不仅是你们 成年人 可能三十岁了 四十岁了 五十岁了 每个人的消费观 还会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认为 钱一定要节约 吃饭在家做就好了 但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好不容易赚钱了 我辛苦了一辈子了 我需要花钱 让自己享受一下生活 没有对错 可是你跟你女朋友 恰恰因为这些事情 会发生矛盾 我觉得有一个核心 就是因为你会觉得 他花钱 让你感觉你很自卑 但是可能在他那感觉不是这样 他只是觉得 我可以给到你 那你可以给到我就好了 所以男生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谈恋爱 你想想 你能给他什么 也许你给到他时间 对他来讲就是足够愉快的 你能给到他认可 对他来讲就是最需要的 你能给到他最长久的陪伴 他也觉得最需要 因为可能没有人给过他 他最想要的东西 你给他了 他的父母工作忙 给不到他陪伴 但你可以 所以这就是他爱你 他想跟你在一起的原因 但你呢 你能给他的是什么呢 你能给他关心 虽然你在说他 你在批评他 但他觉得 那是你在关心他 你在爱他 因为你从来不去 像别人一样要求他花钱 其实你的女朋友 内心比你还自卑 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当中 他会认为 我花钱才可以赢得 别人对我的好 我花钱给别人买礼物 所以别人才能陪我打游戏 我花钱给别人买奶茶 别人才可以教我 我花钱给我闺蜜 我闺蜜你才可以陪我 但你不一样 你是那个很特别的 因为你不需要他花钱 但是他想 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是爱你 但他不会用你想要的 那种方法来爱你 没有人教过他 所以好好体会一下 同样我跟女生说 花钱可以买一些东西 但是花钱买不来人心的 你对他的父母好 很好 可是你花钱 带他的父母去做 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 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当中 你就是炫耀 而且即便你给他父母花了钱 他父母也不一定会真正的喜欢你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 你们两个用真心对真心 你们要谈谈爱情不就是这个吗 我用真心换你的真心 我可能陪你坐在那个地方 发一下午的呆 我们两个人可能就喝了一瓶 你块钱的矿泉水 但是开心啊 开心就好啊 这不就是想要的爱情吗 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跟你说 你说这两年 我也想 就是吃 就是喝 就是玩 那只是你肉体的享受 但是对于你的生活来讲 更重要的是 你精神的享受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 一旦没有了这些物质 你就空虚了 而这个男生不一样 这个男生有你最欣赏他的责任心 因为他觉得 我的生活得靠自己一步一步打拼 这是你买不来的 这也是你学不来的 所以好好向他学一下吧 好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先去开始努力工作 你可能工作过后 你才能知道怎么能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男生不是害怕钱 而是他害怕女生身边的这些朋友 会用金钱的方式来衡量一个人的品质 6月1号 一个学生给你发61元的红包 然后他身边的朋友是用笔试的这种语气和评价来说他的 然后他不是说哎呀你看你男朋友多有心啊 他给你发红包 而是说你直接还给他才61 他拿得出手吗 这个男人爱你吗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你会把你身边朋友这种金钱观的这种评价 转述给他 今天其实男生明显的表现出来的那种情绪是非常对抗的 只要女生表达什么 甚至我们主持人赵川老师说出的任何的东西 他会用非常激烈的语气去抗拒 甚至他已经现在占到了一个清贫的捍卫者 我清贫我骄傲 花钱你就是腐败就是挥霍 我是觉得其实这段感情消耗的是两个人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健康的感受 另外我站在这个姑娘的角度我来说一下啊 这个姑娘其实你家境好花多少钱花父母的钱父母乐意 你觉得说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两天认识了一位阿姨 那个阿姨是跟我妈妈同龄 她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岁数 然后这个阿姨家境超级好 阿姨说她年轻的时候她说没有这个意识 反正就跟闺女说说咱家有的是钱 然后你爱工作就工作 不工作也无所谓 这两年阿姨终于发现了 真不行 孩子差不多四十岁了 她的孩子都是我从小给她养大的 办上幼儿园啊上学啊 钱我出 然后她带不了孩子我还得给她带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岁数了说 她说我女儿现在每周末来看我都事先要请示我 我说妈妈我可以来吗 她说不可以来 你就必须要一家三口带着你的孩子 周末陪陪孩子 她说我就要逼他们独立 说当年我没有这个意识 觉得咱家不缺钱以后 就这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 后来才发现我们老两口都这岁数了 我们还能陪他几年 能照顾他几年 他如果他们小两口独立不了的话 那将来受累的是他们 还有他们的孩子 所以姑娘你今天22岁站在这说 哎呦我爸妈觉得无所谓啊 我玩两年 你有没有注意到 爸妈说你玩两年可以 你再玩十年八年呢 你十年之后 如果你还不能独立呢 然后你的父母看到你不闹心吗 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孩子啊 就是不能成为父母的骄傲没关系 咱不能成为父母的拖累 就是十年后二十年之后 当你的父母不再能赚钱了 他们没有那么健康了 他需要你去照顾的时候 家里这些事你能担起来吗 这个其实你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 至于你们这段感情 我觉得最后走向何方 我不是特别关心 因为我首先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是要有心里的舒适感 如果这种心里的舒适感不存在了 就没有必要再发展下去了 爱情不是一百年持续不变的 两年可能都已经出现了 这种严重的心理不适感了 十年二十年怎么还能陪伴走下去呢 找对象找一个能让我觉得 我觉得跟他待在一起舒服 方方面面我都觉得舒服 这样的人是最重要的 其次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想想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然后父母现在是宠爱你 因为父母年龄还没到 然后也要为自己和为父母 将来的路做做打算 好不好 你们两个人现在 其实已经不爱对方了 因为你们根本不愿意 走进对方的世界 男生越指责女生 女生越要去那么干 本身以前可能没有特别的在意 我出门要坐什么车 我出去玩要去哪里玩 我打游戏是不是要给人家送皮肤 反而现在就变成 当男生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女孩就变成 那我就是要这样 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 可能以前他没有那么强调 但是当你把这个问题指出来之后 他就会更加跟你对着干 就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 我觉得这是你们两个人 爱情当中的问题 不谈谁家条件好 谁家条件不好 因为在你们的这个年龄阶层 你们没有资格说什么 谁家条件好 谁家条件不好 你们都是花父母的钱 他爸他妈有一天破产了 钱哪儿 没了他就变成穷光蛋了 你有一天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你可能学业精进 然后成为了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你就有钱了 现在赋予你们两个人身上的条件 好与不好 经济的宽裕与不宽裕 都是你们家庭赋予你们的 你们两个人身上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所以没有资格去指责对方的消费观 你们俩现在消费光还没有形成呢 因为你们俩不挣钱 所以就归到那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不能要求自己的另外一半 按照我的价值观行事 这就回到了 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尊重 我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 我本着尊重对方的心 我可以和你的价值观不同 但是我不否认你的价值观 我接受和面对 因为我爱你 如果不爱了 那就无所谓了 所以你凭什么有资格去教育他呢 两个人谈恋爱 就是要尊重对方的价值观 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我们没有谁是谁的老师 没有谁天生就要教育谁 谁永远就是绝对正确 你就是绝对错误 然后再来一个女生 越是富有的家庭 越应该让自己的子女 去明白 所有的财富 是需要靠自己拼搏努力去奋斗的 而不是躺平去享受 这是你应该觉醒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以后想要变成一个富有的人 富有是指什么 不是真的经济上的富有 而是脑子和心富有 这才是真正的富有 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二十多岁 二十岁刚刚出头 这个时候你正是最好的黄金的年龄 应该去学习 每天就去拍那些照片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是自我认知的问题 你应该现在真的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打游戏 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拍那些 为了去炫的一些照片 应该踏踏实实想想路在何方 谢谢 物质上的门当户对很简单 有一天你发财了 你事业做套 我觉得你能挣到钱 你们物质上拉平了 甚至你比他还要钱很正常 精神上门当户对太难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从小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带来的两个人的心态 价值观的截然不同 这种截然不同到最后 是围绕在钱这个字上面 享受富裕和仇视富裕 都和钱有关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当然可以鄙视他那些朋友 他那些朋友 给他转一个六百多块钱 这也算什么玩意儿吧 但你鄙视的方式错了 你鄙视的方式 不是你不应该花钱 而是除了钱 这个享受的愉悦感 你们还能享受什么愉悦感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看你 你懂艺术 你有艺术的愉悦感 你教孩子 你有看到孩子 完成一张画作的时候的愉悦感 你应该有一套 自己完整的愉悦感的支撑系统 你应该有一套 自己完整的评判系统 你应该拿出这个东西来 来俯视他们 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 你们花钱花错了 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太浅薄了 他们只有花钱这一条路 这才对嘛 所以一个人啊 如何强大 强大不是说我抵抗金钱 强大也不是说说 一个消费官的问题 花钱对还是错的问题 强大是 我始终有一些东西支撑着我 那些东西让我飞起来 那些东西让我跑起来 快到什么程度 快到连钱都追不上我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说强大 就这样 谢谢 我不看好 我说一个有钱人有真爱吗 有啊 我可以啊 一个有钱人可以才华横溢吗 也可以 对啊 一个有钱人可以有艺术的审美吗 可以 当那个男人真出现在你的面前 变成你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能够跟那个男人去竞争的呢 只有未来好好努力 把自己武装起来 所以这就是你的思维局限 他都有了 你再武装也武装不起来了 只有一样东西 他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你的问题就是 真的爸爸妈妈太惯你了 拿钱几斤要把你养废了 你一定要从这个状态里摆脱出来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们俩在一起 在一起这段时间 可能 对于我们俩的生命历程当中 属于很小的一个部分 但是 不论这个部分 是多是少 但是我觉得他在我的生命记忆当中是 不可能被磨灭的 我们 从最开始 学生一直走到现在 听过很多说 让我们不要在一起的人的话 都没有去管 一直 也是 走到了现在 但是上这个节目 也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好好去思考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请关门 来吧 看别人的选择 请开门 哎 我就弱弱的问一句啊 你们俩在一起我一点都不惊讶 就做这个选择 为什么是女生就奔向了男生的怀抱 男生站在那儿不动呢 凭什么别人都要照顾你的心情呢 她家里有钱不是她家的错 她爱你不是她的错 所以我只提醒你一点 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不要拿自己认为的那个短板来欺负她 你觉得这样对这姑娘公平吗 好吗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她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希望她们早日长大吧 接下来请跟我们老师一起进入到 金云中央厨房走进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呢结婚九年了 两个人呢因为工作忙 平时呢很少沟通 遇到问题也是压抑在心里不表达 矛盾都积攒了下来 最后呢因为我出去玩没叫上她 她就直接和我提出了离婚 可是我还想好好够 过我们的日子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如果您真的还想好好过您的日子 就不应该有问题有矛盾 不解决一直压抑着 您因为出去玩 没有告诉她 没有叫她 她提出离婚 这只是一个点 在她心中 您可能早已离她远去了 要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